希望大家能夠 在場很多這個年輕人 你們知道什麼叫森林浴嗎 好像點頭的人 萬能的莎莎 其實這個森林浴這個名詞 是我小時候在台灣 就像這種ABC可能就不知道 森林浴就是叫做 Forest Bathing 因為在我記得我小時候 曾經流行過就是說 禮拜天你可以去這個很多森林的地方 洗一個森林浴 也不是真的叫你去森林裡面洗澡 是說這個森林裡面 因為他們行光合作用 會產生很多的芬多精 那你在這個森林當中 你就會沐浴在這個芬多精的環境裡頭 對你的這個身心的紓壓非常有幫助 當然如果你真的喜歡洗一個很實在的澡 那可能要去洗浴中心 洗所謂這個泰國浴啊 還是這個就扯遠了 那這個Forest Bathing就是 一樣聽我們的音樂 也有像Forest Bathing就是有森林浴的效果 聽了我們的音樂 然後想像你自己呢 不管是跟家人 跟你心愛的人 去森林裡面 享受這個大自然的感覺 都可以聽這種Forest Bathing 在家人裡面 會不會說 那個人 改靡辣的表情 之類的 也會很理想 是 就是 那這些 我知道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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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